1月6日的國會暴動餘威延消至今 國會眾院民主黨人11日正式提出 針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條款 指控他煽動國會暴亂 眾院最快將於今個星期三就此表決 特朗普支持者也不肯罷休 聯邦調查局發出警告 20日當選總統拜登就職之前 華府以及全美50州首府將會有人發動武裝抗議 眾院民主黨11日試圖通過決議案 敦促副總統彭斯啟動憲法第25修正案 罷免特朗普的總統職權 但是被眾院共和黨阻擋 隨後就發佈了彈劾條款 指責特朗普煽動暴亂 並指出他積極鼓動了上個星期 在國會大廈發生的暴力事件 該事件導致的死亡總人數至今已增至7人 繼一名國會警察在暴動期間身亡之後 11日再有一名警員自殺身亡 官方將會下半期哀悼疑人 條款同時引出特朗普提出的多項不實言論 包括他才是2020年總統大選的贏家 但是性果被蝕取等 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 大選中存在大規模選票造假現象 但是直至今日 特朗普仍然要求最高法院加速審議 挑戰亞歷桑那州、喬治亞州、密歇根州、賓州 和威斯康辛州的選舉結果 11日遭到駁回 彈劾條款指責特朗普嚴重危害美國和政府機構的安全 干涉權力的和平過渡 民主黨有信心在星期三的彈劾表決中 會獲得足夠票數 這個代表特朗普將會成為首個被二次彈劾的美國總統 也將會是史上首位在任期的最後時刻遭到彈劾的美國總統 清算特朗普的行動仍在繼續 從法律和財政層面令總統身陷令雨 大選投票系統Dominion正式起訴特朗普的選舉舞弊訴訟影響公司聲譽 紐約州律師協會也正在調查和考慮 要不要罷免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 線上支付系統Stripe已經終止為特朗普競選團隊網站提供線上金融服務 而高盛、法庭銀行、大通等財團也都宣布停止政治獻金 不過特朗普的支持者就不輕然放棄 路透社報導一個武裝團體宣稱計劃在16日前往華府 屆時若有人企圖罷免特朗普 他們誓言會發起暴動 各界也都擔心特朗普支持者恐怕會進一步掃諸暴力 美國國防部已經批准出動1.5萬名國民兵 來維護拜登20日就職典禮的安全 來拜登就職還有9天 拜登11日宣布提名曾在奧巴馬執政時期 擔任副國務卿的白欣斯出任中央情報局CIA局長 並於今日定下就職典禮主題為團結美國 但面對全國多地試圖煽動流血的恐懼 不知道能否真是如願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